這個不簡單 就是為了幫花卉產業來代言 彰化縣政府舉辦了 花樣時代的選拔賽 這台北初選是登場了 58位的參賽者摩拳擦掌 短短30秒大秀才藝 好 謝謝我們子宮的演唱 只有短短30秒時間 真的要好好把握 唱歌只是小case Hold住全場的才叫厲害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農農 甚至還有留學法國的長堤碩士 也來挑戰 還請了朋友來助陣 花樣時代台北初選會登場 一共來了58個人 甚至還有參賽者 來自巴西 這是在巴西到巴西長大 像我們葡萄公主的一個代言人 好幾次都跟著我們到海外去行銷 所以我們葡萄產業是從十幾億 到今年的二十幾億 就是看到葡萄公主的成功模式 彰化縣政府舉辦花樣時代選拔 就是為了要推廣彰化最有名的花卉產業 接下來還有台中跟高雄 以及彰化的初選會也要登場 號召身懷才藝的女性參賽者 來一較高下成為花樣時代成員 也享受一下當明星的滋味 中天新聞 紅石美河指數 開一報告